人的福报在用完之前 出现的三个征兆 快来看看你有没有 很多人认为因果很玄 既然有因果 魏石魔有些坏人过得还挺好 好人却不偿命 实际上我们关注的只是少数人而已 全世界曾经的暴君 比如希特勒、卡扎菲 他们执政数十年 在台上时 谁会相信 他们最终会落得此等报应 反倒觉得他们拥有那么大的权利 一定很有福报 一定会善终 福报 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饥饿之家必有余秧 所谓人为善 福虽未至祸已远离 人为恶 祸虽未至福已远离 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万事万物皆因果 如今拥有的富贵、健康、幸福 一部分是前世修善积德修来的 一部分是现世努力奋斗获得善果 福报是可以享受的 但是牢记不可浪费 福报是命里最大财富 诚心积蓄、用心生活 才能将福报转化为幸福好运 福报就好比是在六道中的货币 福报越多 我们就越富有 福报越多 我们就可以获得更多的快乐、自在 没有福报 我们就失去了支撑 乐趣没有福报 我们赚再多的钱也花不到 福报用尽 灾祸必来 当你的福报用尽了 这些倒霉的事情会找上你 有意无意 与人结怨 福报快用完了 运很衰 自私自利地念头冲昏了头脑 一不小心就惹来麻烦 与人有争执矛盾 如果某段时间在人际关系上 你处理得很不好 处处不逢圆 就要警惕了 你的福报快用尽了 要多多去行善积德 意外破财、破产 财富是福报体现的其中一种 命有多少福 就有多少财 当你的福报用完了 财不配得 老天就要收回你的财富了 气衰病久 灾祸难逃 没有福报保护我们时 身边的冤亲债主 就有机会伺机报复 业力也显钱了 做什么都不得尽 甚至生业障病 久久不能恢复健康 业障就像一座山 横在那里阻碍住你的生活 健康 真是叫天天不灵 叫地地不应 如果你出现了这些征兆 现在就要开始修福 行善念佛补充你的福报资粮 享福的同时不要忘了修福 惜福 这样才有源源不断的福报 必应助你 必应助你和家人 善心善行 菩萨会护持住你的 无德之人福难求 有德之人福寻门 德性 有德自然香 有人说 人之量力 并非容颜 而是内心 心存善念 非量也美 非富也贵 有德自然香 这句话道出了许多的人生哲理 也关乎你的道德水准 和做人的品质 有德性的人 讲究道德修为 自然是德高望重 会赢的人们的敬佩 不讲德行的人 到哪里都不受欢迎 为人 以德福人诚恳为贵 人生在世 幸福与否不在于你的金钱 地位 而在于你做人的德行 生而为人 我们的一生跌宕起伏 喜忧参半 通达为怀 善良为本 不管处于哪众境地 都要保持做事先做人的情怀 自信 豁达 问心无愧 这是自古不变的道理 做人 厚德才能承载万物 做人得未贵 说出了做人道德修养的重要性 也为我们的道德修为提供了座右鸣 正所谓 厚德才能承载万物 这来自于古今贤者多年来 积得行善之人修身养性的标准 德 它是做人的根本 活着 千杯自太和善胸怀 一个人的德性 来自一颗善良的心 一个人的涵养 来自一颗仁德的修为 只有德性好的人 才能得到别人的认可和尊重 做人 就要 与人为善 与己为善 与人有路 与己有退 不求问心无愧 只求无愧于心就好 修行 诚恳未贵通达未怀 因为人生就是一场修行 处事淡然有德品 修的就是一颗心 只要诚恳未贵 通达未怀 谦逊待人 以德未重 那么你的人生 定能站得高 望得远 行得稳 人活一生 我们可以什么都没有 就是不能没有德性 因为德性 代表了你的人品 德性 有德之人必受人静 人活着 不管你多聪明 多能干 如果无德 那模拟的人品 就会遭人唾弃 德与财的统义 才是真正的智慧 若平时不注重修身养德 那模拟到哪里 都不受人欢迎 只要做人得为先 事事与人为善 无论你走到哪儿 你都能赢得别人的好评 你的人格都会熠熠生辉 所以说 有德之人 必受人尊敬 母亲的实重恩德 永远不能忘 做人要饮水思源 懂得感恩 尤其是父母养育之恩 恩重如山 终生难以为报 今天我们分享一下母亲的实大恩德 希望大家永迹不忘 常常挂念住我们的母亲 一 怀胎守护恩 母亲怀胎十月 那是很辛苦的事 肚子越来越大 行动越来越不方便 吃饭 工作 休息等等都要想住肚子里的孩子 总怕不小心伤住孩子 二 临产受苦恩 俗话说 孩子的生日 母亲的苦日 生孩子的痛苦 也只有做过母亲的才能够体会到 虽然我们做父亲的 无法亲身体会 但是我们都看到过 那种疼痛 痛不欲生 生孩子一般都要疼痛鸡个小时 甚至一两天 有的疼痛了一两天还生不出来 还得动手术刀 麻药又不能放太多 万一伤到孩子也不行 所以是痛上加痛 三 生子忘忧安 母亲生下我们后 一心都挂念住孩子的健康 安慰 因为专注 忘我 身上所受的痛苦 一下子就都忘掉了 这就是母亲对子女的挚爱之心 用多少金钱 物质都报答不了 只能回报 以我们最制成的孝心 这才对得起母亲 四 厌苦土甘恩 我们还没有长牙的时候 不能咀嚼食物 母亲就先把食物咀嚼碎 然后再喂给我们 觉得难吃的就自己咽下 觉得好吃的 可以消化的才会喂给我们 五 回钱就施恩 母亲宁可自己吃苦 也不愿让孩子受一点委屈 我们小时候不小心要失床了 或者大便拉床上了 母亲就会把我们挪到干爽的地方 然后自己睡在潮湿的地方 母亲为我们做的这些事 我们可能想不起来 但等到我们也为人父母的时候 就能深刻体会到了 六 不如养育恩 母亲的奶水 是母亲的血水化成的 吃母乳的孩子 一般体质都好 身体都很健康 小时候家里虽然很穷 饭都吃不饱 但却一直吃住 母亲的奶水长大 好像一直吃到四五岁时 才断奶 所以身体很健康 现在的孩子很多都是喝奶粉长大的 其实再高档的奶粉 也没有母乳有营养 七 喜酌不敬恩 孩子拉得大便 母亲一点臭味都闻不出来 因为她太爱孩子了 一心都关注在孩子的健康上 一心疼爱住孩子 根本就感觉不到臭了 母亲如此 父亲也是如此 女儿都十来岁了 还时儿为她剪脚指甲 有时候她都觉得脚臭 我却一点都闻不出来 甚至还很享受这种味道 这应该就是爱乌吉乌吧 八 远行异念恩 古人说 儿行千里母担忧 其实何止千里 只要我们一离开家门 母亲就已经开始为我们担心了 只是她们不说出来而已 她们怕影响我们工作 学习 事业 她们一般不会轻易打电话 一旦父母给我们打来电话 那就说明他们实在忍不住了 这就是我们做子女的不合格了 应该主动常常给父母打电话 让他们安心 这才是为人子女应该做的 动作